当地时间19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 批准更新版的俄罗斯核威慑领域的国家政策基础 法令即刻生效 在更新版的核威慑政策中 俄方增加采取核威慑措施的国家和军事同盟类别 在有核国家的参与或支持下 无核国家针对俄罗斯的侵略将被视为两者的联合攻击 当天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 这意味着 如果乌克兰使用西方的非核导弹攻击俄罗斯 俄罗斯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应